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4月26日 星期一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今早起床感覺不算非常熱 大部份地區的低溫都是21、22度 因為起了一些東風 見到在平周 由昨天下午到今早 風力明顯上升 今早部份時間的風力 都是每小時30公里或以上 我們亦看回維港 整體來說比較多雲的天氣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這個位置除了香港多雲之外 我們沿岸都被一些比較厚實的雲層覆蓋住 因為一度低壓槽 都為我們這個區域 帶來一些多雲和有趨勇的天氣 雷達圖像都見到 香港這個位置 而元朗地區和南海北部 其實都是有一些雨區影響著 我們今早來說 香港東邊有些地方 錄得數毫米的雨量紀錄 而預計今天的天氣 會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的趙雨 日間氣溫會徘徊在24度 吹和喚至清靜的偏東風 而離岸是會間中吹強風 戶外高地或是在海上工作活動的朋友 今天晚分注意安全 因為比較大風 大浪也有機會有幾陣趙雨 未來幾天的天氣是怎樣呢 可以參考一下 雲和雨的預報圖 香港這個位置 白色和藍色 是比較多雲和有雨的區域 我們看到 其實未來幾天 我們香港以至元朗地區 都是給一些大範圍的 一些比較多雲和降雨的區域覆蓋住 我們亦都可以從 顯著降雨的概率的情況看到 未來幾天顯著的降雨概率 都是由中低至中級別 其實我們都展望未來兩三天 都會有幾陣趙雨 本周中期趙雨有機會較為頻密 而去到本周的接近周末期間 開始天色口轉 今個星期就是中學的私民民視開校 各位同學 出門的時候要留意 注意天氣的情況和做好準備 今節的天氣就先看到這裡 再見